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在任何时代里唯一不变的恐怕就是互相伤害同类的贪婪本性。 而随着时代的改变,这些伤害人的手法也越变越不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本频道先前已经发布过关于世界上最新武器的影片, 介绍了武器工业在现代的发展是到达了何种的空前水准? 由于该影片的观看次数很多,我们得到许多观众的回响, 所以本频道决定继续制作相关主题来回应大家。 现在尽请放松你的身心,来观赏我们为你带来的超乎想象的现代兵器第二集。 那就一起来看看吧! AGM-114 地狱火飞弹 AGM-114 地狱火飞弹可以说是实现了美国武器制造商偏爱射后不理功能的武器。 这款武器原本是作为安装在战斗直升机上的反坦克兵器而开发的, 但2007年之后的后期信号也能搭载在无人机上。 在经过几年之后,AGM-114目前有了更独特的发展。 从一开始,美国人改造地狱火飞弹的计划就已是广为人知,不算是一件机密的事情。 它目前的最新版本不再只是一枚导弹, 而是具备广泛用途并且拥有高精确狙击能力的炮弹。 无论是战斗机还是地面防御设施, 它都能从任何地方发射并瞄准任何锁定的目标。 地狱火飞弹有几个疯狂的改造, 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AGM-114R9X。 这款改造地狱火的主要杀伤力不是普通的弹药, 而是使用能让人联想到剑刃的刀片。 这简直是日本动漫无限剑制的场景。 它能用爆炸后高速飞行的刀片攻击敌人。 虽然听起来就像动漫中的特殊攻击或电脑游戏, 却在现实中成了货真价实的高伤害武器。 我们不禁要在感叹此款改造型开发者的独创性之余, 也会感到深刻的恐惧。 Saw 反无人机装置 雷神 我们现在介绍的并非是在北欧神话中登场的名字, 也和那无间不摧的超级英雄雷神索尔没有关系。 Tactical High Power Microwave Operational Responder 意味着战术高能任务回应机,Saw 则是这套设备的简称。 是的,美国人为了将装置的名字取得华丽又响亮, 硬生生地从缩写中省略了两个单词。 以北欧之神击败巨人的神话命名的美国武器, 可以一箭清除无人机。 由于美国空军需要尽速找到保护空军基地, 避免受到无人机攻击的方法, 因此防御装置的开发可以说是刻不容缓。 尽管这项任务的时间紧迫, 研发团队还是成功地打造了这套惊人的防御武器。 战术高能任务回应机的原理, 其实就类似一般的手电筒。 只是这套装备发出的不是光, 而是强劲的高能量微波脉冲, 可以干扰所有的电子设备讯号, 让它们失去电源。 而且只需要一键按钮, 做就能发出肉眼看不到的无声脉冲, 瞬间击坠无人机群。 简直就是一种最简单又有效的新型武器。 Tyrannus,英国航太雷神。 将新开发的武器关上雷神的名称, 似乎已经成了现代军事界的新叙事。 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前, 高卢人曾经崇拜着索尔的同行, 也就是凯尔特神话中的雷神塔拉尼斯。 而Tyrannus这个名字, 也被英国拿来命名新一代的无人机。 如果将Tyrannus无人机比喻成现代的最新型坦克, 那么所有之前的无人机, 可以说就是过时的古代战车了。 Tyrannus不仅仅是一架无人机, 它还是被称为Robojet的新型喷气式无人机初代代表。 Robojet和至今为止的无人机的不同之处, 就是它可以完全独立地飞行, 而不需要依靠地面上的操作员来操控飞机。 但在Robojet的人工智能自行选择攻击目标时, 无法在没有人类命令的情况下进行攻击。 而Tyrannus的人工智能, 除了能自行寻找攻击目标以外, 还能规划战略和识别防御对自己有威胁的导弹。 除此之外, 这架堪称理想的战斗机器人有超音速飞行的能力, 能够锁定距离地面操作员相当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攻击。 最后, 它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特色, 那就是Tyrannus不会出现在雷达上。 不知道各位观众听到这里有什么感受, 但我们可是相当害怕的。 如果这世上有谁制造了人工智能超级电脑天王, 那么这台反抗人类的超级电脑 只需要操控几台Tyrannus, 就必定能让全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当中。 达骏N-Euron 既然要介绍无人战斗机, 就不能不提到法国达骏航太公司研发 欧洲多国计划立作的 Dassault N-Euron 达骏神经元无人作战飞机。 首先, 这架战斗机极具未来感的外观, 相当吸睛。 就像从史诗科幻作品《太空割剧》的一页中飞出来的一样。 不过, 当然战斗机最重要的不是外观。 最主要的还是它能够确实完成被赋予的任务和使命。 而关于这一点, 神经元无人战斗机可以说是十分优秀的。 它最高可以以0.8马赫的速度做高速飞行, 并且搭载了强大的诱导弹。 此外, 它也和Terranus无人机一样拥有能从雷达上隐身的技术。 只是, 即使考量到无人机的各种优势, 它在目前还是无法彻底取代现有的有人驾驶战斗机和轰炸机。 事实上, 人工智能还无法在非常规的情况下迅速做出适当的判断。 也因此, 我们猜测未来的空军不会是成群结队的自主机器, 有很大概率将会是有人机和无人机的组合体。 不过, 究竟人类要如何才能和人工智能合作无间, 将是正式采用Terranus和达骏神经元战斗机之前, 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雷射武器系统Rules 在科幻电影《虚拟小说》里出现的各种激光枪和镭射炮 通常都是很受人们欢迎的。 只是在现实世界里拥有高杀上力的镭射武器, 一旦真的温室, 那就很不乐观了。 因为虽然镭射武器的强大激光能给敌人致命伤害, 但只要是看到这束激光的所有人都将会永久失明。 2017年, 联合国甚至将使用这类武器的行为 都认定为战争罪。 即便如此, 诸如像能令敌人暂时失明的飞色雷射枪, 或者是能让敌军感应起无效化的雷射武器等, 都依旧在马不停蹄的研发制造当中。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雷射武器系统Rules。 Rules目前已经成功通过了一些测试。 这个强大的雷射炮拥有数种不同的发射模式, 正确来说它根据发射的能量强度设置了几个不同的级别, 而Rules系统的最低级别就是能让对手暂时失明。 此款模式主要是拿来对付海盗和发生暴动时的镇压行动。 另一方面, 它发射的最高级别激光不仅能将敌人的装备无效化, 还能摧毁对手的引擎, 甚至能轻松射飞爆炸物。 这项研究计划即使尚未被认定为正式的武器, 但许多人仍然保持怀疑的态度, 相信这不单纯只是一项科学研究。 本频道将介绍它来总结本期的武器主题。 HARP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地球大气的电离层 与强力磁层间的物理效应。 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HARP研究站 就是一个由天线、雷达以及其他设备组成的巨大复合式设施。 此种天线能将电磁波都聚集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并产生一段特定波数, 也因此引发了各种阴谋论。 世界各地有许多人都相信, 美国正在使用HARP技术来达到自己影响大气的目的。 例如,华盛顿可能在一个看不顺眼 或治理体系不相合的国家, 引发干旱或飓风等严重天灾。 虽然美国的专家否认了这一点, 但关于他们利用HARP作为天气武器的谣言, 从2014年到2015年设施关闭为止都没有中断过。 在那之后, 关闭HARP研究室的决定被撤销, 但是现在一般的民间研究人员也都有权限造访。 最后, 气象武器的开发究竟是不是以失败告终了呢? 又或者那些阴谋论从头到尾都是多余的呢? 各位观众怎么看呢? 以上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期待各位帮我们按赞并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敬请借此机会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有种感谢你的支持。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期待下次影片, 拜拜。 告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